哈喽大家好我是喵女子 哈喽大家好我是景星夜 今天特别高兴被喵奖请来做特邀嘉宾啊 其实我才是特邀嘉宾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游戏的流程呢 其实是我们那个景星夜来玩的 而我呢就是在这边看 和他一起做一个双人解说 姐妹花解说 耶 啊我们这个进入到第一章 这个游戏是零 呃名字是什么 哈哈哈哈 如鸭的巫女 现在是进入序章部分 对我们已经进入序章了 看见这个嗯 水下飘着的头发 是不是很带感 你们有没有想吃面条的冲动 呃 这个读取好慢啊 为什么这么慢 这不是读取啊 哦好吧它居然是剧情 屁啊屁啊长嘴 哇这个妹子很漂亮 你知道吗就是在零系列里面露脸的话 其实是一件很郁闷的一件事 因为里面的妹子长得都太漂亮了 是的 就就根本我都把持不住 别说宅男们了 就是胸有点小 嗯 那当然 哎不要哭 哦对要优雅不要呜 要七五分吗 皮帆哦 这里面所有的字幕啊都呃都会由后期这个景星月来她自己给翻译上去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看不懂剧情 然后至于一些就是剪道具什么的话 我们的景星月会在路口中给大家讲了 嗯 这个妹子叫什么 呃这个是三个主角之一的叫做除笑声女 我好喜欢这种诗声不累耶 嗯 这就是狐狸凳啊 我的 这这这这 一大波巫女 这是巫女吗 对啊 这里挑出来的都是巫女 巫女的胸都好大呀 这这这这这这这 回说我说是大波巫女啊 哦哈哈大波一大波的巫女 哦天呐 crap 哎 呃 这里是必定会被爆的 必定会被爆 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让她抱住呢 没有没有张照机啊 哎呃我就这么走过去了 他们会抱你吗 哎呃那边还上来了一个 为什么他们长的都一个样 呃因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长一样 OK他们这个这个 行动开了 这又是啥 走廊里面 他说前面走廊里面有亮光 可能与外界有联系 我的天 这些巫女难道都是被淹死的吗 婆婆都是都是这样 是的 是的 我是巫女 what the 为什么每个巫女都要流点血泪呀 意义这是什么 呃这个 嗯 这是啥 这是血水 这是啥 这是这不是血水 这是后面咱们会说到的 先卖个关子吧 前面就是一些简单的教程 就是说有巫女那地方不能走吗 走过去会怎么样 死 会被干死的 哈哈哈 game over啊 直接game over 一波game over 是的 是的 哇 哇 这妹子太漂亮了 我决定这个时候应该把咱俩的脸屁掉 屁上一个大大的马赛克 我也觉得这个是个好主意 哈哈哈哈 我去这是头发吗 嗯 是的 呃呃呃呃 啊 呀呃呃 呀呃呃 我的天 这这么快的速度 这怎么这么黑呀 全是头发吗 对 这走在头发上有什么鬼 这就不是头发 哈哈哈 差不多跟力气一样吗 我的天哪 这要怎么走啊 往回跑啊 对 哇 整个画面都虚了 哎 这个门怎么开 之前不是关着的吗 嗯 现在又开了 那根本就不会让她走出去 这个妹子难道说是下一任的巫女吗 no 不是 那把她抓在这干嘛 她只是被这些 呃 现在还不能剧透了 我差点剧透了 哦哈哈哈哈哈哈 没关系我们喜欢剧透 剧透 剧透还行啊 剧透不行啊 剧透不行啊 哈哈 全城基本没说话 只是让你看着 然后这是棺果吧 这不是一个棺果 这是 额 可以说是 酒楼 或者说是 箱子 这里面飘的是什么 啊 啊 当然是会飘的 会飘的时候 这是头发了吧 这是头发了吧 这是头发 看看这顺顺的头发 算了还不要看 太多了 这这姑娘 这 是不是待了几千年 一直在长头发 什么都没长 对呀 啊 那个头发往哪个地方伸 我靠 好邪恶 哈哈哈哈 好邪恶 不要往上伸吧 我的天 我想知道 她为什么不跑呢 啊 因为咱跑不了的呀 哎 这个尼龟也挺漂亮啊 千万不要变脸 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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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 她是不是后来 不要紧嘴啊 头发不要紧嘴啊 好受不了啊 啊哦 这是虚张结束了吗 对虚张结束 難道说 第2个出现的 就应该是我们 一直要遥控的主角了吧 呃 对 也是个妹子 她的章节为比较多 这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妹子吗 她这个是三个主人公 一个叫希莉 一个叫放生莲 还有一个叫除销身语 是他们三个人交织成的一个 关于幻想她的一个故事 幻想她 独压之得女巫女 得女巫 天呐我真应该回去再好好复习 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领系列的 虽然说我没有玩过 但是呢 这个我都看过 都看过 我是一个忠实的观众 包括这次也是我也是用看的 好吧 我们来到第一张残影 主角是 你可以大致介绍一下剧情 就是说有一天 这个希莉被一个古董屋的一个店主给救下了 那这个有一天就来到日上山 把这个残影的能力传授给她 我的天 谁把她救了 谁又把能力传授给她了 这么牛 这是主角吗 那个屋主 对 她是主角之一 不畏惧死亡 是的 结果她死了是吗 死了就没剧情了 也对啊 她怎么也得到最后才死 最后就无聊啊 这这这这腿好长啊 所以啊大长腿要不要上去抱一下 有点太瘦了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肉感的 这 我我会不会犯脸盲症 像这个日本的这种游戏啊 美女游戏就是靠衣服来分辨的 不要靠脸 都是脸盲 对 啊 她就跳起来 没有 这是她的一个就是出神吧 就想以前的事情 这个是主角吧 哇塞 这裙子有点高啊 哇 这个胸有点大啊 这个挺好看哎 郁姐范儿 对 她就是高伦郁姐 哇 给了一个障碍机 对 这位妹子呢 就是黑泽米花 也是救下 对 也是救下西里的那个 古董店的屋主 哎 她嘴角有一颗质 真好看哎 嗯 干嘛 把她救了以后 让她去抓魂吗 只是把一些引荐的能力 因为她也有这种能力嘛 所以说 就把这些能力交给她 来找一些东西 哦 哦 但其实就是 天哪 好会用人啊 救了你以后 你就会被我免费打工 哎 这是 这是 现在也是那个 没有家人吧 这个是要怎么操作啊 我的 这个 操作就是拿着你的派的 然后呢 对 只要出现那个蓝色的光圈就可以照了嘛 对 然后她那个毒条 她是要毒满 就是 毒满了以后才可以拍 那个是胶卷的 那个上胶卷的那个 哦 哦 那她这个下面这个圈 是怎样才能变得 变成红色是什么意思啊 哪个圈 就是这样变红 整个圈变红了以后 镜头是对着她的 所以说会 变红 并并没有变红啊 就是那个 就是里面那个小圈发红了吗 那应该是攻击一个状态吧 不不不不 她一直都是红 然后就让我们进去找东西吗 对 现在我们进入的场景是一个旅馆 一伙会介绍的 诶 上面 你这拍的手速还挺快 这应该属于 它这个属于浮游灵 浮游灵是什么动物 什么鬼 对 就是浮游灵就是 这个灵体是出现一两秒之后 就会消失的 那也不会对主角造成任何伤害对吧 对 这一座是没有浮游灵 浮游灵是什么 浮游灵就是 一个人死在一个地方 然后他的灵魂就一直待在那个地方 哦 诶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是什么灵 我又忘了 浮游灵啊 哦浮游灵啊 浮游灵 它浮着呢嘛 对不对 对 我的天啊 我们的主角 主角之一 这个犀利 他难道不害怕吗 也是一个忘却生死的人 是啊 这是谁 这是 你猜猜 死去的男朋友 男朋友这个词不好 对可以是男朋友 但是不要死去的是吧 哦 好残暴啊 这是怎么突然间变成这个样子 呃 他就是死去之后 就变脸嘛 你也懂这些鬼 日本的鬼 就是瞬间 黑化的 那他为什么看见这个屋主了以后 就突然间就 然后就变脸了 因为现在只有他看见了 但是那个蜜花没有感受到 没有感觉到有灵体在 哦 这个这个残影是什么 过去的影子 对 这个过去的影子是 可以帮助我们找 我们要找的这个东西的一些线组 那这个过去的影子 应该是过 就是我们要找寻 那个人留下的东西 留下的那种残影吧 对 哦 了解了 只要 我们有迹象 就可以通过残影来找一些东西 或者是人 这有本文献资料 前面就说 这个日上山是 以前是一个名胜古迹 非常多的旅游者和参观者 前来参观或者是旅游 那么经过一次山体滑坡之后呢 就彻底变的样子 日上山 这名字日上山 自在吐槽 这个大家自己想啊 我不巫 我要优雅 我要高雅 不要巫 你已经巫了 是你想巫了 你觉得也是一个巫女 是吧 我们都是巫女 两大巫女 两大妖念 还是巫女吧 好听一点 哇 这个地方卡了一个间隙中的男人 对啊 卡住了吗 不是卡住了 是他在 啊 好吧 你懂吧 这是什么 这是旅馆的主人 那他也死了吧 这个之前那个残影是不是就是他留下的 嗯 应该说可以 呃 对 就是他留下的 那就说如果我们越靠近他 他这个影子的就是影像就越清晰是吧 也不是越清晰 只是可以看到他 本体那种 那个身前的一些一些记忆碎片吧 看到每个过去的景象 这些记忆碎片 那些记忆碎片 这些记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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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用招相机来找钥匙 天呐 钥匙还要用招相机找 你只找找 是的 我也是醉了 找找 这是什么 把紫怎么变成紫色了 哦 他拍下这个锁 然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钥匙所在的位置是吧 是的 了解了解 然后现在找钥匙 好 找钥匙 恐怖游戏 一贯的做法 各种找东西 是啊 哇 吊死鬼啊 对的 他就是个吊死鬼 还是摇着呢 你没发现他一直在飘吗 这里面就没有脚踏实地的 对 要什么脚踏实地呢 对不对 哇 这个锁匙有点慢呢 尾声要就是飘 我的天呐 我最害怕这种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人偶 这个人偶 这个人偶捉摸了 一会你就知道了 哪样 又要这么慢 天呐 不要紧张嘛 我看到这个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找到钥匙可以开哪个门 它就会跟你标出来 哦 它是自动标的吗 是啊 嗨 帅哥 这是什么 什么剑 什么男 看着钥匙的男人 哪让我们现在看这个人偶 他是不是看过来了 对啊 他怎么看过来了 嗯 我也不知道 没有为什么 这里面神奇的事情就是这么多 对啊 唉 这个犀利每次开门都要这么慢动静嘛 能不能一脚踹开像个爷们儿 唉 人家就是个柔弱的软妹子嘛 柔弱的软妹子往往都有一个强大的灵体 哦 我靠 我靠 我们的妹子那个店主突然间消失了 也是醉了 我靠他又出现个身后了好像 这个又是什么 又是上吊男子吗 对啊 就是他 这是什么 一盘烟雾 这是被隐藏起来的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把 需要用照相机把它换回现实 哦 就是要把它调到一定的角度 然后拍一下它才会出现是吧 是的 从影视换回现实 我也要这个照相机 也许我就能找到失落多年的宝物 算了还是不要了 我怕被吓死 天天能看到感知到这些东西的话 也不是什么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对啊 那我们的这个屋主他有没有 哎 漂亮 他有没有灵力啊 就像这个 犀利一样 有啊 肯定有啊 那这里面最强的是谁 最强的 其实 都差不多 没有谁最强 他们都是具有巫女体质的一些种 巫女体质 嗯 这个体质好特殊啊 哎 他每次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感应的东西 他会在这个屏幕上 显示一个小箭头是吧 是的 跟你标出哪里有一些什么灵 红色的是怨铃 白色的是浮游铃 或者是闹鱼 哦 了解了 尤里 今回 我能探索 找人是非常困难的 人判 男 影剑 看见对方的影子 好吧 其实看日文的话 大部分还能知道是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会有字幕的 这就是什么 什么剑 什么什么男 呃 也就是偷窥的一个 男浮游灵 这么变态 是的 这里变态很多的 哦 这又看见了什么 一般像这样的话 都是会出来下的 哎 这怎么还被抓住了 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什么 哎 哎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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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恶心 我拍一下就 哈哈哈哈 哈哈 问 哎 我靠我靠 我靠这还不淹死呀 我靠还没血啊 当然没血 这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吗 是的 这是 让你使用照相机 呃 对战的一个 一个教程 他还得转一下 就转到有红圈的时候 才可以打是吗 对那个 有闪烁红针的时候 叫做FF时机 如果你抓得准的话 可以对苑林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哦就这个时机 哦 对 了解了 哇 三连拍 可以三连拍 就是说他这个时机可能还会在第一次拍完以后还会持续 然后再紧接着再按上两下就ok了是吗 是的 是的 好委屈 好委屈 我杀人了 no 我杀人了 他为什么坐在那里 啊 呃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他为什么坐在那里 他肯定就说 跟我没关系 他为什么要抱着他安慰他 刚刚他死哪去了 这 这 毕竟刚刚摄影机在犀利手上 好吧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谁拿的东西谁来干 是吧 是啊 这个就是屋主吗 我这个是犀利 他回忆起以前嘛 他想殉死 哦 哦 他寻死的时候是被这个屋主给救回来的 你反正要寻死你来这儿给我打工呗 对 让你见识见识 是这意思吧 嗯 差不多 嗯 这是仪式吗 这肯定又是这个小男孩爱着这个小女孩 但这个小女孩必须被祭祀 哎呀你好懂啊 他还要去杀他呀 对呀 所有零系列以前都是这个样子了 比如说 零那个 那个什么 红蝶 那不是亲姐姐杀死亲妹妹 还是亲妹妹杀死亲姐姐 嗯 应该说是妹妹杀姐姐 啊 好变态 这个小孩是男的吧 对 小正太啊 这个女的是谁 为什么是白头发 嗯 这个小女孩在后面会认识她呢 我的天哪 他为什么不反抗呢 就要捅上一刀子 对啊 他自愿死的 哦 这是 这一缸子全是血吗 当然不是血 这黑白的根本就看不出来什么颜色啊混蛋 哦这是那个小男孩长大吗 嗯 不是 啊 天哪 睫毛竟然这么长 你没看出来她像谁吗 啊 那 先生 先ほど 黒沢 像谁 嗯 那 国民岳父啊 谁啊 哦 对 你这么说我是看着有那么一点像 但是他比他要帅一点 嗯 那是 要上上头头条的那个是吧 嗯 嗯 这位男士就是 也是主角之一 叫做 放生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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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叫他汪峰 啊 为什么要叫他汪峰 啊 啊不是 那个谁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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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一些 韩寒 对嘛 哎嘛 啪啪啪 各种记错 是啊 那么希莉就从蜜花那儿学会引进之后 在日上山 找回了这个放生连锁委托的调研罩 那么另一方便连也就因为一个噩梦 啊一直缠绕着她 哦这个就结束了 OK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吧 这就是我们的双人结说啊 下一期会由我们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 零 乌亚的巫女 哇 终于把名字说透了呢 啊 那好了那我是苗女子 啊 我是景星月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OK 还有人啊 站在那边你看 这是那个那个害羞的黑叔叔 可能是我们过去看看 还 哇 哇 烧血了 哈哈哈 真他妈的过分啊 一直这样我报警啊 太快了我就说你害羞一下 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个样子